哈囉,大家好,我是練習校 那今天,蕾亞更新了Storica萬象物語第四季的第二章詩序 好,先請提要一下 在劍雲打開了獵器之後呢,各地都爆發了魔物草 然後就連原本一直給予沙漠王國援助的太陽王國,最近也自顧不暇了 那於是... 諾瓦他們一行人,這是在貧民窟那邊的人吧 他們是貧民窟嗎,還是一般的民眾而已 他們就組織了一個小隊,在那邊自己驅逐魔物 那最後終於也綁不住了 於是諾瓦就決定到圖騰塔夫去討救兵 沒想到圖騰塔夫也是一樣的狀況 然後在最後的最後呢 諾瓦他在魔物把所有人都快要殺光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們死了沒耶,那個狀況 諾瓦他聽到了我們的聲音 那也就在上一次更新的時候 我們知道了,我們其實並不是什麼凡泰體 我們應該是被凡泰體封印在體內的斯多利卡吧 我們來看2-1,會議重啟 喔,用的是... 為什麼秀賢會在?秀賢現在不是變成妖人 應該會很被東方聯邦的其他人排斥吧 會議重啟 所以...講到會議的話應該是... 就是... 官方的人會出席的那種會議 所以秀賢為什麼還在?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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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跟永線逃走才對啊 所以...海馬族當真是變成妖人 所以...海馬族當真是變成妖人 難怪...連今日的山西町也都不來 聽說他是覺得丟臉,怪在家裡逐不出戶 嘿,造孽啊造孽 他們知道是劍雲打開獵器,害東方聯邦變成這樣子嗎? 喂,你發什麼呆啊? 對呀,有魔物在,沒辦法在謀會開會 嗯?狄花在? 啊 現在都已經變成這樣了,東方聯邦還會指向的內鬥嗎? 喲,我說這是誰,長得不像獸人啊 我看著道不像 歸了,您怎麼說? 還有什麼好說 來人啊,把這赤裏爬外的妖人給轟出去 你敢 他是神獸教族的代表 前來參加三系定義 天經定義 看來,小龍原立了很多戰功的船也是真的 換了新衣服 連說話都變大聲了 不過一馬歸一馬,只是一時間妖人多出不少 眼下又有魔物威脅才先擱置得妖人的處置 何不代表你之前常遺妖人的罪行被一筆勾銷 還亂參與神聖的謀會 那是我要說的 風國還活著 風,風國 賢侄好久不見 他是他的侄子啊 他居然 完全氣勢上被壓下去了 煙下魔物清洗 急需團結 才會暫時擱置對你們力謀大罪的追究 別以為麒麟組長與鬥牛組長戰死 死無對證,就真的能把所有責任推到他們身上 我看一下這兩個老不死能幹嗎 我們是要打三個組長嗎 對,真的 所以風國到現在還活著,搞不好會出角色 你看他的狀態都有了 隱悟 隱悟是什麼 被攻擊時50%機率三多少 沒有閃掉 唉唷,好痛喔 唉唷,好痛喔 看一下 破甲攻擊 他的撕裂是幾回合,我看一下 兩回合 閃掉 然後發動二魂 發動二魂 唉唷 唉唷,沒事了沒事了... 稍微有點...寫少的有點多了,尤其是前面兩位... 不愧是組長啊,雖然年紀有點大了... 有人知道倦云是始作用手了嗎?這啥情況啊? 封國兄,歸老,怎麼打成一團了? 我...我只是站在父親的麒麟組長之位,何德何能,他很會言 對是對,但我沒想推去我自己啊... 唉,沒時間囉嗦啦!我都居於少主為難,但如今這兩邊都服氣的人只剩你啦! 哼,呃...總之我先勸勸他們... 我與順將軍來遲了,亂世之中見到諸位平安,令倦云許不自身 他都沒有... 眼下的聯邦經不起任何裂痕 恳請諸位看在倦云的面子上,暫時放下起見,攜手合作 拜託各位啦 唉,這造成一切的元凶... 這也都沒有人知道嗎? 只有丁朵一母知道嗎? 呃...既然倦云少主都開口了... 棒了,倦云說的有理 謝謝諸位,那麼事不宜遲,我們快開始吧 唉,掛了幾個鬥牛族戰死,然後... 清風是被...全殺掉的 我在外面等,有人敢找你麻煩,隨時叫我一聲 嗯... 因為少主在優壇墓被毀的同一天,守持盟主信物死而復生嘛 哦... 百姓都在喘,是神龍跟天搶回了少主的命 來化解東方這場大劫難 欸? 少主當初會...也是漸漸被我害的 如今見到他平安無事,我很開心 梨花察覺到案情並不單純 怎麼,我說錯了嗎? 梨花組長眉頭一皺,察覺案情並不單純 所以...梨花表面上表現得很平靜 其實心裡已經有一絲懷疑 眷勻的出現與回歸太不自然了 什麼時候會把鏡頭調到丁朵櫻姆這邊啊 丁朵櫻姆最後...在狼狽逃出之後...惡化 什麼東西要惡化的,我的天啊 妖人化嗎 丁朵櫻姆在最後狼狽逃出之後 應該是遇到了蘇菲摩根馬戲團的主尾 然後根據丁朵櫻姆SP的描述 他後面應該是在逃亡狀態 所以應該是...人還在 可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重返故事線 我反對! 非我族類齊心畢業 那個重族公主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嗎 倔人少主待她多好 是大家都看得眼裡的 但她卻仰將仇報 我醒來時...也是...非常震驚 沒想到丁朵姆公主 竟會做出這種事 她把那些意外都推到丁朵姆身上了嗎 沒錯啊 看...看見少主在幽潭墓下死而復生 不高興就算了 竟然還毀了幽潭墓啊 換出魔物啊 甚至想殺了...試圖制止她的少主 幸虧少主有神龍庇佑 才能逃出毒手 風國沉思不語 她不認為丁朵姆是這種人 哼!我早說了 蟲子哪懂什麼禮儀廉恥 秀賢也覺得是她做的嗎 我們跟妖人之間 難道沒有喜愛深仇嗎 他們害死我們多少人 只是有這個可能 不一定會成功吧 惡化 是這個嗎 秀賢 妳不舒服嗎 這時候不敢講出來 在這麼緊繃的時候 又是不成功了 因為我聽起來 就是想拉所有人陪妳們一起 陪妳們邀人一起死而已 這跟情緒有關嗎 只是她越來越無助的時候 邀人化會更嚴重 東方如今處在究極仇王的關鍵時刻 本錢就這麼多 投入與魔物戰事都不夠了 妳卻要大家不要打魔物 而是拿這些資源去賭一個只有妳相信的可能 蛤 萬萬不可 我也反對 呵呵呵 妳懂什麼啊 確實 風險太高 這次使妳欠考慮了 秀賢 她要惡化了 笑血妹妹 妳是不是 所以我才說不該放過妖人的 把他們趕進殺絕 就沒這麼多問題了 她要 她要黑化了 笑血妹妹 妳先混 黑化了 空秀賢 妳清醒一點 嘖 上啊 蛤 蛤 蛤 梨花也在 應該是不會讓秀賢被怎麼樣的吧 易傷 等一下 欸 這怎麼會有中毒啊 這不是梨花的被動劑嗎 我都沒有在看 我看一下梨花的精神 不知道 好像 好像不是 好像是 因為秀賢妖人化的症狀 所以她身上會一直隨機出現各種負面狀態 是嗎 孔秀賢 孔秀賢 妳醒醒 她給自己的壓力太大了 我 我有辦法嗎 她靜下來了 恢復神智了嗎 恢復神智了嗎 怎麼辦 那這樣妖人的下場會怎麼樣 怎麼辦 那這樣妖人的下場會怎麼樣 結束了 我們來看 這是有幾話 是不是有當機啦 好 好 看來我這邊是當機的 好 那今天先看到這其他有幾話 我們可能沒扣天再看 感謝各位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